在南投草屯鎮 有一名林先生在前天下午騎電動車 載著自家養的混種金剛鷹鵡 到虎山路的一家檳榔攤消費 沒想到這店家飼養的惡霸犬 卻突然衝出 轉身攻擊這隻鸚鵡 店家急忙制止 但已經來不及 這隻鸚鵡的腹部被咬出大洞 最後傷重不治 二十七號下午 林先生騎乘電動車 來到南投草屯 虎山路一間檳榔攤前 帶著自家混種金剛鷹鵡 站在車後方鐵架上 一起出門溜搭 一開始便當攤飼養犬肢 還跑出來跟林先生互動撒嬌 卻沒想到下一秒 竟轉身跳起攻擊鸚鵡 店家出手制止 已經來不及 鸚鵡腹部被咬 失血過多 最後傷重不治 這張就是昨天我要帶他出來 晚的時候洗澡的照片 結果變成最後的遺照 很清晰 他晚上看到我回家 都會叫我爸爸 所以突然看到他死掉 影片曝光掀起熱議 網友建議犬制應該要綁上戲神 也有網友憂心 如果衝出來咬的是店家前方 路過民眾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而實地來到冰狼攤 攻擊鸚鵡的 是這隻三歲惡霸犬 嘎逼 業者表示他平常很乖巧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被咬死的混種金剛鸚鵡 身價不菲 四主要求冰狼攤業者賠償四十多萬和解 業者則表示將會尋求貸款支付 這位邵宇南投報導 我們下期見